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晚上來跟大家分享這一個 Taipei 101 101拼圖 那這一個拼圖是在我小時候拿到的禮物 我拼了十幾年,終於在2020我把它拼完了 拼得比真的101還要久 這說明書上還寫 Taiwan's capital city has good reason to be proud the highest skyscraper in the world Now 還是世界第一高樓耶 你看,這拼圖多老 那我拼完這個101拼圖之後 我覺得觀察力非常重要 小時候我這樣一小片拼圖 我從頭試到尾 每一片都是 四個邊都是 這樣子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那我在2020觀察力變好之後 我只花了一個小時我就把它完成 下一個重點我覺得要想清楚 再執行 如果你個性很急 拿著一片拼圖 就想要趕快把101拼圖拼完 那你可能做了非常多白宮 繞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點 那如果你先規劃好 你要做什麼 你要從頭開始拼 身體開始拼 還是從哪一個部分開始拼 這樣子可以試半功倍 效率高很多 在2020我只花了一個小時 就把這個101拼圖拼好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做了分類 第一個用形狀來做分類 像是這個 形狀比較特別 就把它分到另外一邊 第二個 是用顏色來做分類 像這個比較淺 這個有 有點綠綠的顏色 這裡有咖啡色 我們就把它分開來 做好分類 就會讓事情更有條理 更快的達成你的目標 如果你在拼拼圖的時候 這樣局部你怎麼樣拼 都拼不起來 你最好是先把它丟到旁邊 來看看比較大面積的 或者是看看整體 有沒有機會把它拼起來 那如果真的都沒有辦法 你可以先去休息一下 千萬不要執著於一個小地方 這樣非常容易歸打牆 最後我覺得你這要好的想法 你就該馬上去執行 像我這個101拼圖 一年多之後 我就把它丟到櫃子裡 然後不見天日 到了2020 我才重新把它拿出來 這令人惋惜的 不是你有沒有成功 而是你有好的想法 因為懶惰 沒有勇氣 而停滯不前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101拼圖分享影片 那當然請問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朋友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的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 瘋狂東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